好,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我們主持有馬二,嘉賓One Day 好了,今天就是久違了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又是講書的話題,大家不要收線 其實比較開心的,不知道為什麼真的有人買了 上次那本書是真的有人買的,原來是 不過,One Day你可以補充一下你對那本書的感想,剛才你說過一點 我對那本書感想,資料是真的有給到你的,你說要找回九十年代之前 基本上你不是那年代的人,根本就完全不知道那回事 資料上他會給到你,二來他有一些基本客觀 例如一些數據上的觀點都是沒有問題的 例如一些基本的分類,現在遊戲的走向就是分開兩種 例如就是這個9800日圓的Full Size 以及這個2000至3000日圓左右的小日圓,那些叫做連格遊戲 下載遊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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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效的繼續訂登 免生了解 或者是自己有一套獨特的觀感或者準則 就是看我們Facebook那些人 不可以這樣說的 我簡單點說 沒事的,走私之翁沒什麼問題 有人真的看過十年前的,我都沒話說 走私之翁? 走私之翁是外話來的,不是今天的討論問題 我們今天先回到下題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二本書 我們上次講的是HGM的日本書 如果大家不懂得看日文的話 基本上未必一定有很大的價值 因為看不明白 我們這次講的是一本繁體字的書 亦是香港出版寫出的 所以大家就沒有閱讀的障礙 絕對沒有問題 這本書的名字叫做漫畫教授大冒險 出版的是尚書局 作者就是趙永佳 趙永佳是何許人也呢? 趙永佳如果大家 就...其實對這位人士 就算不了解也好 多多少也會接觸過和他有關的事物 趙永佳教授本身就是 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學的一位 professor 那為什麼大家會接觸過呢? 無論大家是和中大有關 或者和中大無關 也和中大極惡這句話 沒有關係 也沒有關係 因為大家只要在近年代 還是一個學生身份的話 都會聽過或接觸過 親身被他租賊過 那個人叫做通識 而趙永佳教授 基本上是 所有香港的全球化 有關的教材 都是他寫的 或者他有份寫的 所以大家怎樣都跟他交過手 不過閃為人知些 就不知道原來他都是一位 幾有漫畫 月曆的一位中年人 於是就有了這本著作 剛才說的介紹 絕對不是大家對作者 增加任何仇恨值 或者打摩坦的感覺 純粹是一個基本的介紹 令大家容易了解他是誰 我們正式說這本書 這本書其實呢 出過年期就不是最新的 他有一本近新的著作 因為這本書是初八 2009年7月的 他有一本書是 三一一大地震之後出的 但那本就不算是個人個人單一出 算是其他作者合著的一本書 例如是其他報紙 例如明報 那一類的散文 評論 那本書也會 psychiat 並不算是編集 嚴格來說 他也不算是作者 也不會這本書 他下面寫一句都叫編著 也有兩個人名 也有兩個人名 趙永佳和張鈺文 那本書是比較新的 大家都可以提及一下 日本 趣味 想像 三個字分開一點 八十後 御札 筆記 都是尚書局出的 這本是新一些的 因為剛才講過 三一一之後出的 這本是一一年出的 新一些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一本舊一點來講 不講一本新一點來講呢 第一 因為我有那本是舊一點的 因為舊一點的那本 即剛才我們所講的 《漫畫教授大冒險》這本書 基本上大部份的文章都是趙永佳教授寫的 而新的這本可以說是一個編著模式 其實有不同的作者 所以他整本書的連貫度 或者深入程度 其實未去到一個很一貫的地步 也都可以說是 略嫌是淺塵少少的探討 是通俗向的散文 我們應該說 可以說是一些 習文的合集 有一點感覺有一點像 不是叫習文的 即是合著的一些 簡單說 有一點像博文的合集 甚至可以說是那個感覺 但也都略信於說 吳衛明教授 他那些知入寶那一類比較Hardcore的寫法 如果你說輕口味來說是可以的 但是 虛擬後其次 其實舊一點那本 即剛才所講的 《漫畫教授大冒險》這本書 其實會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更加集中於的 我們說到這本書這麼集中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整本書剛才說 他整體的連負性是比較高的 譬如說 他會有一個 開頭是一個自序 那自序其實說回 趙衛鷹教授他本身自己對於 漫畫 或者叫宅這方面的閱歷 或者是他一些要多謝的人 那類的 但是跟著他第一張探口裡面 正式探題就叫做 《從漫畫閱讀日本社會》 那其實他那個分野最大 可以說是有一個點題的作用 他裡面就說了 日本漫畫的分析 基本上是主要分了兩條大的路線 第一個就是 從日本去本土本國的 一個社會學的文化 就是看日本的文化 從而怎樣去衍生到漫畫的文化 或者漫畫又如何反映到 他日本人本身的日本人 或者人本國內的一些文化 社會延況 而另一個方向 主流會說的就是 漫畫這個產業 發展的經濟鏈 是怎樣的一回事 那他第一章主要是會說 這兩樣東西的探討 其實為了這樣說 他整本書 可能是他本身的教授出生 他關於社會學的 即整本書 不要來第一章 之後他要寫哪一章 即可能會講到 日本的考試制度 老人問題 他都會用社會的角度去看 即他的中資比較統一 風格比較統一 例如他看一套作品 他就不是單純用一個文學的作品 例如說 這個位置寫得好不好 這個位置接得好不好 他就不是用這種角度去評論一套作品 而是拉傷一些背後的現象 或者一些意識 例如說 然後我就另外出了報告叫 什麼什麼教師 我就專門用來評極這種考試制度 之如此類 即他是將這個漫畫 和當地日本的時事 社會 做一個分析 最主要就是這種社會的觀點 很簡單 講回以前 我怕以前一集好像講漫畫 即是習近平社會是涉獵漫畫 說白傳社會是涉獵漫畫 因為我們會講出版社會分類 但他就不是說 他會講回日本的男性女性的問題 即是你會的角度不同 還有其實有別於可能說 大家在一些有關的著作 或者甚至可以說 某一些老行專門的一些文章 甚至可以說雜誌的一些專欄文章 裡面所寫的角度 因為始終他是一個專業的社會學的教授 也都是一位大學的教授 他裡面所套用的一些理論 或者是一些講法 都會是一些比較 會有一種學術味在裡面的 那如果你說 你對於本身社會學這種研究 或者一種文化 你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或者你有興趣去鑽研 如果你說你想從一套作品 裡面去看出作品的一些所包含的含意 但是然後你想看到那個含意 可能你理解到 你表達不到 或者你想表達到 但是你怎樣可以 將它跟一些現實上面的論說去掛勾呢 這本書很多時候會給你一個幫助 因為它會講到就是說 在社會學上是否這種形式 或者這種形態 其實反映了一些什麼 或者有些相關的內容 或者一些文章 而另一方面也都其實反映了 就是作為一本大學教授出的書 會有一番一些 我們叫做學者型文章 或者文集才會有的東西 可以說比較少 就是它的註解 有時也會引用回 某一些論文 或者其他著作的 那大家如果說想除了這本書 以外再去探討其他書的話 那也會有回一個相應 而可以有的資料 這個就算是這本書的基本方向 我可以嘗試細部說一下裡面 它怎樣用這個社會學角度去分析作品 其實如果大家 我們好像很強調社會學 我覺得又不完全是 因為如果你說這本書 如果你說整本書是社會學 那為什麼我不會用社會學的書來看呢 我為什麼要看這本書呢 這本書大概前三分一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第一章 就是從漫畫閱讀日本社會 其實它作為一個引子 它會說到不同的漫畫 是反映了日本不同的文化 譬如說它會反映日本的即場文化 日本是一個集體的社會 很多人喜歡說過一個句子 就是一個中國人的話 你未必會打贏它 一堆中國人就很容易打贏 一個日本人就很容易打贏 但一堆日本人就打不贏 日本它那種集體團結型的東西 怎樣可以在一些漫畫作品 或者它那個階級社會裡面 發映出來 它會提到這些東西 然後一些相關作品引述 然後也會說 可能為什麼少年熱血 或者一些家人 運動類的漫畫 其實它是裡面 反映到日本文化裡面 它會有一些作為引子的 說得作為引子呢 原因就是 在這本書裡面 大概接近一半 其實已經開始了 講一些不同的作品的介紹 舉例 這本書有200頁 那它去到大概 120頁左右 130頁左右 其實它已經開始講 不同的一些 作者自己看過的漫畫 然後那些漫畫是反映不同類型的東西 譬如說 它會講到一些 可能說 少年熱血 或者是一些特別主題的東西 譬如說 它會講到 一些 鴨子圓 運動類漫畫 主題 鴨子圓運動類漫畫 譬如說 它有一篇的 它叫做 美食外交官 大市割下的料理人 飲食類型的漫畫 大家可能近期 都不是近期 那些什麼神之水滴 最近那些叫食擊之靈 或者那些叫租徒之靈 我不知道那些叫什麼 先輩先輩 是的 先輩先輩先輩那些 或者它裡面也會講到 漫畫的老人問題 看護向前衝 看護攻向前衝 不是學美看前衝 老人問題 我想大家如果說 日本漫畫會關好事 不要說漫畫 如果說動畫作品 其實最近大家會接觸到 始終都會是 公學肌肉隊的第二套劇場版 其實都比較少提到 所以其實它後面的一些介紹 會是說 不同的一些可能說 八十年代的漫畫 裡面不同的一些 不同類型裡面抽出一些 不同的主題裡面 裡面當中講一些 講日本的政治 日本的一些可能說 飲食的漫畫 運動系的漫畫 或者一些社會議題的漫畫 甚至是跟性有關主題的漫畫 的一些例子 還有再去分析裡面 作品它的一些內容 當然如果你說說 不是喔 我沒有看過那本漫畫 那我怎麼明白呢 但是它又不算是完全是 純分析的 首先它一定會說 就是說 那本漫畫大概的內容是怎樣 然後再去加以一些分析 那大家也不需要擔心 我完全沒有了解 那我怎麼看得明白呢 或者整部書都說這些 那怎麼辦呢 其實它每次的章節 大概都是大概 可能說是 三至到五頁子而已 其實 每個介紹 或者是不算很長的 每個文章 所以就算你選擇來看 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可以說是 後面那個部分 就可以說是一些 比較傳統的介紹 那如果說回到中段 中段當然不會再去說 一些比較引指向的東西 中段譬如說 講到一些都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譬如說 有一張 第五張 女 手寵自從 漫畫之神的黑暗面 那這個我們之前說的 一連三集 不斷爆炸一堆資料的 日本歷史 日本動漫畫歷史 都提過一下 因為手寵自從 都挺經典的 之前說他開動畫公司 他做老闆 然後破產 然後又翻山又再說 又破產 即是有九家驚慨公司 我們平常看小白師 南波石王子 那些公主 是出前期作品 但他後期那些東西 沒有人提過 也沒有人提過 這裏會報復 因為其實 我想作者 他最特別說 為何說女手寵自從 他裏面說那件事 因為其實 這張接著 相關而言的 或者說近期附近的位 他會說第三張 他會說到少年漫畫這件事 少年漫畫這件事 少年漫畫是一種空想來的 但對比手寵自從 他破產後期 前期和後期那個分野 就是他有一種 比較可以說正統派 或者叫做 童話派的人 突然間 經歷過社會 最現實的一面 破產 再破產 沒得再破 接人死 再過了幾十年之後 那個風格 那個轉變 當中他就 介紹了不同這些作品 當中他 包括了很多不同的 一些社會陰暗片 其實作者 這方面都說到 就是說 他 將他自己 為了我照讀回來 文化家把自己的企業破產 與冷酷的銀行界 與冷酷之銀行界 往來的體制 投射到作品中 所以大家會想到 就是說 他可以說 完全是跳離了 本身寫了一種傳統 真的給小孩子看的那種漫畫 即是一些理想型的作品 是的 理想型的作品 開始轉成了一種 以大人為讀者 也可以說 以大人的題材 以讀者 所寫出來的一種反映現實 而令到他創作 另類的爆發 的後果 所以裏面 他講到一些作品 其實很多時候 大家都可以說 比較閃為人知 特別如果你說 可能是 八九十後生出來 那一代 對於首宗的一些作品 很多時候都局限於 比較經典的 早期作品 後期的一些比較殘酷 現實系的作品 其實個認知是少的 我發覺圖書館的 如果是前期國內作品 他一定會翻印 但後期的那些 基本是很難找到的 因為你知道 你看過這本書 你就會知道 他後期的作品 不乏強姦 中不治之症 破產 後期的作品 其實他前期的作品 都好不到去哪裏 那你覺得這些東西 怎樣放在兒童圖書館的架上呢 旁邊還放了一本 迪士尼的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那個好像被人破產 白雪公主 是不是Belly Bella 整人反白雪公主 我知道 不知道 這個我不管 那你說另外一個 我們覺得這本書 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章節 可以說是他第三章 講少年漫畫的部分 他其實 剛才我們講過 如果大家是八九十後的話 我想大部分慶種都是 其實對於現今的作品 是了解的 但是 剛才講過 開宗明義 作者 作為一個中年人 他看過的作品 跟我們看的作品 一定有出入的 月曆的年齡都不同 所以其實他裡面都講到 八十年代前和八十年代後 那種 漫畫 連載漫畫 不是 月可連載漫畫 裏面的作品 那個分野 從而去探討 就是 日本那個編輯制度 導致出來的一種後果 其實那邊都略略提過 是關於社會的 就是 例如是 為何以前一些題材 可以在少年漫畫上面 連載 但為何做一做一做 就要踢去青年漫畫 十字去成年漫畫 那方面呢 都算是 一種 社會 社會風氣的改變 一些 以前少年人都會這樣提 興趣的東西 但 搞搞搞搞搞 開始社會發展下去 或者這個行業發展下去 就不知為何會不適合 這個 兒童或者少年女孩子 另外一本書 我也看過的 不是這本書 他昨天有個論點 就是 八十年代是一個 一個邊緣人的年代 以漫畫的內容來說 其實 反過來 他那種寫實性 某程度上 開始低 去到九十年代更加明顯 九十年代的漫畫 對於一個 日本現實社會的控訴 其實基本上是絕跡的 而這本書的說法就是 開始空想化 開始天馬行空 你會見到 龍珠 那些東西開始出現 幽油白書 那類的東西 可以出現 One Piece 這些 完全是幻想化的東西 欠缺一種現實性的內容 或者是一種骨架 或者是主流作品 即是 One Piece 龍珠 那一類作品 都是偏向和現實無關 例如一些完全寫實的作品 例如 近寫實 例如 《沉默的艦隊》 課長賭奸作 其實應該是賭奸作系列 那些常理 古董 那一類 已經是 絕跡在少年漫畫 或者青年漫畫 亦都成為懶滿 可以說 這個是 他裡面提到的情況 引述了 譬如說 他裡面有一招 說到 兩位 非常之 著名 可以說當代 就是 《井上紅燕》和《美田永一郎》的一個對話 一個訪談中的對話 就變成提及到 編輯對於漫畫家的影響 他那種要求 正確地說 就是 責任編輯對於漫畫家 要求你做點點點 你要點點點 這個其實都是看到時代轉變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爆慢 爆慢裡面 形容編輯和漫畫家的關係 就算是一種互相輔助 互相協助的關係 但是 去到九十年代 不知道有沒有人留意 九十年代 集英社的編輯事件 其實是 一單美一單精彩的 例如說 那些 強迫 例如說 強迫作家 你不想說 你都要畫下去 因為這套東西有人 明明知道很遠 但你都要畫下去 或者是 風格上 故事上 有強硬性 編輯要求 漫畫家作出一些改變 漫畫家說 會變成這個類型的題材 這些都會實現到的 以前 可能年代的作者 很畫得事 編輯要 是聽她說的 我說給你 給你 不給你 慢慢變到中間 可能 如水商用 大家互相討論 沒有這件事 現在要做 編輯要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麻煩 說回書那邊 她就是對於這種 編輯強權的探討 裏面有說到 編輯強權的探討 因為編輯強權 就是青少年 編輯 覺得青少年 是要迫你 這件事 但編輯不是青少年 其實這也是 拉到一開始 一開始講到的發展論 以這個市場作為主導 然後再想一套 慢慢的 應該怎樣畫 又並不是單純說 因為 我有這個思想 所以我就跟著這個思想 去畫 就是兩種分片 編輯人覺得 這些政治問題 或者比較國家性的問題 不是太硬 有人叫你慢慢不要畫 這類題材 不是叫你 就是逼你不要畫 其實是整體來說 嗯 那你說其實 隨此以外 你說說到 即是這本書 我們好像說到 很多分析向的東西 或者會有一些社會學的角度 也都會從一個類型 分了可能說 是文化的角度 怎樣分的東西 或者是那個 編輯角度 或者是熱界的角度 或者是這麼說 所以你會這樣說 我們都說到這本書 好像很無邪可擊 那樣 但是反過來 大家覺得這本書 有什麼問題 譬如說我自己個人而言 其實 這個不是只有明文的規定 但是老實說 我也覺得 我們介紹這本書 就不是完全是介紹的 我也要說這本書 是不足的 上一本我也有說到 就是說 他上一本書 即是講HKM那本 有些資料是比較偏去AVG那邊的 就沒有什麼 怎麼說其他方面 那同一道理 這本書 那有個好處的 好處就是 因為本身作者是一個中年人 他提的作品 也是比較80年代 那首先 好處就是 對於一些比較年輕的讀者 他會講到另外一個世界 提一些另外的作品 那大家是沒有看過 沒有了解過 而且他那個論述 也都給到你 也都可以了解到 如果這些類型的作品 你可以用一套什麼框架 或者他其實包含了日本文化的一些什麼的原因 去反映出來 但是 反過來 另外就是說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他寫的東西 有一點點所謂的 理想化 少許 就是 例如說 最初我們說的 他引子那一段 就是 開頭說 從漫畫 閱讀日本社會 他說到不同的情義 例如說 寫實相的漫畫 題材裡面 其實你有幾可有見到一個 好看 下屬的上司 有啊 賭簡作是 你好好體諒的 我很記得 有 拉開一點點來講 拉開一點點來講 賭簡作 我有一個幕很記得的 就是 那時候 賭簡作 跟他的前輩 因為公司訂單 就是 總之公司審戶 就走去跟客人道歉 跟著 剛剛那個客人在開酒會 新年酒會 跟著又跟他們說 你們是來陪賽的話 不如上來表演一些東西 當作是協議 要表演些什麼呢 就出衣舞 跟著 那時候 賭簡作呆了 他不想跳 無緣無故 叫人出衣舞 跟著 他那個前輩 就突然站出來 我跳 我跳 這些 都算是 一種跡場文化 但是 我不知道 我就覺得 你找到一個例子 不是 這個例子 是不是真的 是一個問題 這個例子 是不是真的 日本職場 是不是真的 還是 作者自己 把日本職場理想化 那就不得而知 或者這樣說 這本書 會羅列一些漫畫 有個舉 拋了一些題目出來 但最後 結論會比較 理想或者空化 對 理想化 那一個問題 我講兩件事 在電視上講到 少年漫畫的轉型 以前少年漫畫 好像GTO 那樣 可能是一個暴走族 成功 變成了轉型 成功人士 都是教師的 但到現在 90年代之後 那些失敗人士 被引清 他們沒有了希望 成功希望 回到日本社會 變成這樣 以前 人再窮讀書 都能夠發大力 但到現在年代 可能你窮 讀書都能夠上去 即是日本 失敗人士的轉型 這個漫畫 少年漫畫 可以看到這個情況 但看了它 怎樣呢 他沒有講到 這方面好像 可以講到 老人家的問題 其實他講過 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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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以前 我記得日劇 好像日劇 有個提話話 以前 09年 那時候 叫做《合意漢戶》 都是講回類似題材 日本老人家嚴重的問題 可能 一些人有 老人家的疾病 老人院的問題 那些人不用送老人家去老人院 但是養到老人的問題 像是老人化 激增的問題 這些很多問題 跟漢戶 完全如出一切 就是要有面子說 但到最後 為何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好像沒有怎樣說 就是 他拋個波出來 他分析了這個問題 這個漢戶又講到這個問題 但最後 可能他的教授 他還有中間的結論 但是 實際上我們 他感想 我們想看 他沒有的 就會是 真理解這個部分 或者再 雲觀而言 整本書 如果你說要比較提及 一些陰暗面的東西 我不會把責任編輯 那裏叫陰暗面的 那裏叫反映現實 如果你說要提及一些 比較負面的東西 就只有 名符其實 女漫畫之神 手中自從的那部分 才會說到一些 比較陰暗面的東西 其實整本書 就算你說 雲觀編輯 那裏 他講的是一個現實情況 但他其他 講的那些不同類型的漫畫 他作為一個介紹 他作為一種分析 其實他也都沒有很 去質疑 或者去進一步去 反映 或者去再深入一點 去再講 因為剛才說到 他的業數 不算真的很多 如果你說要有些部分 是講了內容 再去講一些分析 其實他要去再講到一些 有些理想化 比較空言 有些部分 雖然他有一個 框架在這裏 有一個學術的根底 也有一套理論 可以倒入進去 但其實 他去代表那件事 代表那套漫畫 去分析那個理論 但是 那個結構 其實有欠一個足夠的完整度 或者這麼說 為什麼手術來講 比較具體一點 因為我們熟手術 我們小時候 可能小時候 我們這些舞台 會看過漫畫小時候 就是當你知道 講了一個暫身的 與別不同 可能我知道 但大家未必知道 就是暫身一些 跟其他人 我們顧了整件不同的 完全不一樣的 所事上 你會覺得驚訝 你會有一個特殊感 至少你會有一個特殊感 你說雜任編輯的問題 我們都不熟 大佬 我講真 如果不是白萬 大家會知道這件事嗎 我覺得單 就是 你有夾幕在 但真的有沒有夾 你算夾幕比較少 所以感受會不深刻 我會這樣看 會是 嗯 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說 如果你說好的一方面 就可以說 他不好的 引生出來 好凶犯下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這本書所講的 很多時候 已經講到 會是一些比較舊 或者是大家比較 不是這個年代 比較常接觸到的 一些漫畫作品 或者是一些 那個年代 的一些分析 反過來 如果大家看完這本書之後 可以就他有關的一些論點 或者是一些分析 一些概況 反駁到 或者去想回 現在有些什麼 就是2000年打後 或者90年代 90年代 都可以了 已經 有一些例子 可以代入到 或者是不同的 反過來 你會對於作者 有一種質疑 其實我覺得 是一種挺好的 一個測試位 就是 大家對於 動漫畫 你自己有沒有一套看法 或者那個了解程度 其實都是一種挺好的測試 絕對好過說那些什麼 家裏有多少套DVD 那些測試表 老話一句 小二就小五 大二就大五 不二就不五 這個一定 但是老實說 會有這個問題 譬如他在很早期 他會說過 因為剛才說過 他說一些看日本社會 他說到日本一些可能說 父同子的家庭關係 其實他裡面都會說到 他用的例子是鋼煉 鋼煉 鋼煉 講兄弟 母親死後 怎樣怎樣 那些東西 他會說到這類的東西 但其實 反過來 我想問 他講到上下級 那樣東西 我想問 Eva 阿定斯玲 和阿珍治 你又怎樣看到 父子也好 或者是上下級也好 當然你可以說 Eva 比較靈類 但是 我們都靈類 不是的 其實這件事 用他們的觀點來講 他們只有有細分 例如分成這個世界系 然後 九十年代世界系 或者是零零年代世界系 或者現在叫近期 比較熱門一點的 叫空氣系 即是他們是有對這些作品 做一個研究的 就是當一套作品 越來越空想的時候 就跟社會沒有關係的時候 你還怎樣用社會學的角度 去研究這些作品 即是他們有另外說到這些東西 即是 但不在這本書的範圍上 有興趣的話 就聽眾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所以我剛才這麼說 一概念你說的兄弟 或者母子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很牽強 因為其實作者 也不是想著寫這件事 即是如果你這樣說 你不如說回他現在的銀子事 我覺得比較邪門一點 不知社會太新 他未必一定有看過 你不如說 即是你說Ava這麼另類 其實每年都另類的 我自己也沒想著寫過媽媽 其實你為何牽涉媽媽和兒子的關係 這個時候我也是抽水 我就用文學少年的角度去批評一下這本書 不是叫批評的意見 第一個點是沒有八法羅里 我知道了 八法羅里窮會 用你的說 即是 他們用社會學的角度去對一些作品做一些論述 我不是說他們錯 但是有一個限制 他們根據一套作品去做一些分析 即是說這套作品說什麼 這套作品本來意思是什麼 為何會有這一類作品產生 他們社會學說是說得到 但假如你說要實際去說一套作品 好還是壞 那就不足夠 因為他裏面沒有說好壞 因為根本是說不到 例如 我在這套作品描述身情的 父女之間有什麼關係 在什麼社會制度之下產生出來 講完一大名之後 其實這套作品是好還是壞 好看不好看 之類的問題 正確一點說 或者再具體一點說 他是套入了一套理論框架 但是 是一套理論框架 但是實際上這本漫畫的效應 一些比較實在的 我們很喜歡說的 他那個銷售的數量 他那個人氣的程度 或者他裡面 後來帶出來的一些風氣 或者一些可以說開的一些時代 這些實際的東西 其實他很少視念 他純粹就是他就一個內容 或者是他取材 那方面那個定位 反映到當時 或者是什麼 他導入的一種架構 屬於一種什麼 然後去作為一個分析 然後可能 那種修結 其實有時候 每一張後面介紹的評價 都是一些比較 比較理想 大家可以增加這個優秀漫畫的角度 希望大家可以領會 與其說理想 這類的修結 其實這類的修結 作為一個評價 始終有欠實在的感覺 或者這樣說 他定位比較尷尬 我們在看漫畫的人 即是漫畫評論分析 我們會說這套漫畫 對於整個漫畫鏈上的重要性 作品風氣或題材 如何選擇 角色畫畫的劇情 會這樣看的就是 但如果你講社會性 可能社會性有其他研究分析 但他將社會性的漫畫 可能是新鮮的 其他人會這樣做 但跟我們這些類型 未必對 這個說法有點相確 我們不要說到 好像完全是很社會性 這本書 社會學的味道 其實不算很重 不是正式的學術書 不是正式的學術書 正確地說 你當他有三分一個學術味 其實是容易入口的 即是我不會介紹一本 很難入口的怪獸書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一個 很像牙塔的節目 現在不是要做這樣 所以其實 他 反過來 他裡面文中也有提到一件事 在這個字序那裡也有說到 有建地的組織 如荒蜜ACG 香港動漫研究所 這樣 反過來 如果你看到荒蜜的文章 反過來 是會很硬派 很有很重的個人觀感 反過來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 很明顯的對比 即是 荒蜜是會有很重的 對於那件事 正或者反 評論 對錯的感覺 很實在 這邊就會是 流於說 好了 講完 介紹完 有些分析 有一些 社會學的論點 然後 大家記住去看看 這樣 所以 會有 反過來 如果不喜歡看太度強硬的文章 就OK 那 分析 會是這裡 有好 有不好 要求 正確地說 可以說 但如果 站在資料性 其實它都會提到 一些比較 舊年代 對於大家 都是很不錯的 入門 反過來 如果你是 有這麼少年多 你要看到 有人說這些 作品 其實 都是一件意外的事 因為其實它裡面 提到的很多作品 不算是主流作品 有些是 就是會是比較 你不會在現在很容易 去見到 會有人提起的 因為你要當代的人 才會知道的 可能是 作為一個引子 去再接觸 其實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這一本 其實就屬於 介紹 就始終是實際 它做不到什麼結論 它做到基本的介紹 和引述 但是它就沒有說 自己給了一個明確的結論出來 我覺得很符合 它的書名 我純粹說 它的書名就是大冒險 漫畫教授大冒險 所以其實 它冒險完 不一定要找到寶藏 所以說是 正如這個 教育局 我們最新的文文試卷 就是說 第九尾 第九尾作者都說 是不存在的 那你教育局 都要選一個答案 所以其實 作者的大冒險 不一定有終點 我們都不需要 選一個終點給他 大家看完之後 就會找到自己的冒險 這個結尾就好像一本書 抗扶你的視野 看到一些不同的作品 年輕人 有多少好作品 你有沒有看過 看這本書 你又明白 八九十多的美好的作品 是幾個美好呢 即是甚麼 用ACG視點 不說了 拜拜 拜拜